因為他生下來的環境就這樣 來我家的都是 編劇 導演 副導演 所以然後他又常陪在我們身邊 聊到三點 四點 所以他那樣的環境 我不能說不好 我只是希望他把學業做完 就是這樣 把學業做完 你就開始要負責任 你自己的生命了 我只能在旁邊 所以也許某胖來講 你應該早有心理準備 我知道 他可能會要走這樣 對 我知道 可是我不會幫他 對 他都不幫我 他都不幫我 我先問你 你希望媽媽幫你是什麼 對 其實這個問題我想過 可是後來還是覺得 你不要幫我好了 因為我覺得要靠自己 你本來希望他幫什麼 找試鏡 找機會就好了 不需要去跟人家相親 你覺得他有很多的人際關係 對 他有人脈 就是他有人 對 可是 可是我不希望他幫我的事 就是跟 譬如說跟導演說要用它 或者是給他多一點鏡頭 什麼 我不想要這個 我自己都沒幹過這種事了 對我自己都沒幹過這種事了 可是我是你女兒 不行 沒有 對 就是 希望媽媽幫我 是人脈這方面 其實你做的話 會節省他一些時間 不行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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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自己去種吧 這是 而且這樣 這是你講的生命 對啊 去累積你生命中的經驗 沒有辦法 而且這樣會被人家講話 所以我不想 會覺得 你媽是柯淑琴 所以 你一定很驕傲 你一定覺得你有特權 之類的 然後 之前還聽人家講過 什麼 我有這個角色是因為 你媽媽是誰 哇 真的假的 所以 你才會被選到 什麼的 啊 啊